纽约 纽约 你是谁 纽约 纽约 对不起 哥哥来晚了 哥哥哥 对,我是哥哥顾轩 我找了你十八年四个月零五天 原来这个女人 真的是顾佳前进大小姐 低头顾佳拥有九路最为尊贵的学们 能让这个女人自豪五年 二十万 值了 你挺住 哥哥就带你去医院 哥哥 约约,听话 原来我真的有家人 以后你要重复自己的女人 还有 还有 才能我弄丢了 约 如果有重来的机会 我定要让欺负过我的人 付出代仇 你个懒女人 你可真能睡得着啊 我这是到天堂了 别在那胡言乱语 赶紧给我起来 一会儿陈虎就来家里提亲了 别动我们八家的脸 陈虎 回到五年前了 回到五年前了 今天可是有个大帅哥来提亲 高兴傻的吧 高兴傻的吧 我可太高兴了 哎呀这快点啊 你个懒女人 区区二十万财力 就把我卖了 追了点 你怎么知道二十万 星星啊 你告诉他吧 妈怎么可能啊 好了不纠结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我就摊牌了 你是温女女孩 那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可以啊 那我还有一个法 把你的亲闺女白夜新嫁给他了 戒女配渣男 天生是一对啊 妈妈 你 啊 不被束缚的人生 真是太爽了 我真的回到了五年前 既然上舱让我再过一次 我一定按照自己的命远来 哥哥 我来了 放心 我已经安排人全程搜索了 声称顾宁冤 入室盗窃 为罪潜逃 安心等待 很快就有结果了 这顾宁冤跑出去了也无家可贵 看吧 又回来了 顾宁冤 你还知道回来啊 请问这里是顾宁冤家吧 啊 我是寒江学工的方教授 这次前来是想见一见 本次入学考试第一名的顾宁冤同学 方教授 久仰大名 您快请进 我是顾宁冤的妈妈 这位就是顾宁冤 啊 方教授你好 你好 郭同学 我是寒江学工商学院的教授 也是你未来的老师 按照惯例啊 学院会为入学新生 举办一场入学院 郭同学名列王首 我特来亲自告知 对此 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方教授 我们按照学工的意思办就好 我女儿啊为人低调单纯善良很乖的 那好既然如此入学院就安排在下周二 好 那方某先告辞了 啊 方教授慢走啊 慢走啊 慢走 妈 你让我冒充顾宁冤 万一被发现了你的 这可是咱们北路第一学府 一生难求的机会 难不成你想让给顾宁冤那个贱人 当然不行 放心吧女儿 妈妈会帮你的 牛皮 你啊就放心的入寻吧 那个贱皮子她不敢回来 就算回来了 我又不会给你机会拆穿吧 颜颜 你这辈子都要被我踩在脚底子 颜颜 哥 颜颜 真的是你啊 让哥哥好好看看 这个疤 是你五岁的时候 滑天上掉下来磕的 这一眨眼都成大姑娘了 不怪哥哥 没能早点找到你 现在有哥哥在 有顾家在 不会再让你受到半分委屈 现在就将你的身份公布出去 所有的赤梅汪亮都知道 是他们惹不起的存在 那 你应该这么多天都没有消息 他不会来盛行验头乱吧 怕什么 他若真是隐性毛鸣 我们还真没什么办法 但他若不知死活的自投罗王 那便是真反烧的鱼热 热 热热烈 入学院本来就是属于我的营养 确实来夜星漫文武帝 现在我要亲手接受他们的音 六同学天都聪明 来日必将是寒江学工 一颗然然生起的新星啊 是啊可惜方教授已经放出话来了 要亲自教导后组去 我们啊是没机会儿了 这位教授若不嫌麻烦 以后宁愿有什么问题 还有多讨论各位教授 我看你们几个就是来抢老夫的好弟子 方教授 方教授 时间不走了 咱们奉茶拜师吧 老夫定将毕生所学 传授于 幸福在上学生顾宁愿 请您进场 白夜心你个冒名鼎涕 有脸在这拜师进场 什么 冒名鼎涕 什么冒名鼎涕 原来她才是真正的顾宁愿 各位教授 别听她胡说 这是我的养女 我已经给她安排一桩好姻缘 谁曾想她不知感恩 闹到这儿来 竟然貌认寒江学工的入学资格 哎呀 让大家见笑了 原来如此 此等狼心狗废之徒 却要污了大家的眼睛啊 入学院不得有事 还请入官人员速度离开 出去 还没有速度 寒寒寒江学工 被包庇如此苟且之事啊 果然是忘恩负义者 意图冒了身份 他敢再次大放厥词 今日我等 定惩罚你这个祸害 你不过是个无父无母的野丫头 而我 是你永远无法企及的千金小姐 你逃婚的事情 我们仁慈已经既往不咎了 今天我就要带妈妈 好好教训教训你 啊 你干啥啊 这第一巴掌 回敬你们梦里 十多年对我的妻如打骂 第二巴掌 教训你抢我入学名额 害我大好人生 啊 这第三巴掌 这第三巴掌 教育你们母女俩见钱掩开 把我嫁给陈虎那个混蛋 害我的人生从此跌入深渊 还会混减人 啊 啊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新闹的呢 妈 你们这些人欺负一个小姑娘 你们觉得合适吗 你是哪根葱啊 商贯闲事 敢打我女儿 来人 把这个野丫头和这个野小子给我抓起来 弄他们的腿了 我再让看看 谁敢动我妹妹 四海集团的长公主 北路商业巨岸 四海集团董事长佩萱 张小姐 我等下来安前马后 护您左右 有劳了 她是生意巨头四海集团的长公主 你去的 哎 北天 你怎么在这儿 刚好有个生意要谈 所以就跟她过来了 哦 这是我的亲妹妹 顾云渊 你 破坏我女儿的开学院 竟然在这儿聊几天来 她不就是我的 你什么 你好 我是雲霄集团不北天 叫北天就好了 一波云霄集团 叫我宁渊吗 来人 拿下顾宁渊 来人 拿下顾宁渊 我倒要看看 谁敢动顾总的亲妹妹 顾总乃是北路豪门 那样的险要家族 怎么可能丢失妹妹 我看她就是花钱找的演员 她真的要自己去千金大小姐了 我就不信了 她们几个人 会为了这点演出费 敢得罪我 不认为我们大小姐 重重一点 干什么 告诉你们不要乱来 全国 你这是在哪呢 赶紧管管你这个温婚妻 宁渊是她的温婚妻 宁渊是她的温婚妻 不是 我成什么 啊 谁在这闹事呢 哎呦 顾全顾总 你这搞这么大阵仗 啊 我好害怕呦 哈哈哈哈 呦 我以为你跑了不回来了呢 怎么 是不是舍不得我哎呦 舍不得我哎呦 北天 你自己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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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头 我的头 我的头啊 我的头 你们今天还给打我 我肯定有帅气 有地 我今天让你们人家挂贪 都走贱苦 过来啊 你 哎呀 这个意思 顾总 你带人贸然前来 干扰了我们为优秀学子举办的开学宴 此事 你可得给个交代 我顾宣的亲妹妹受尽虐待 还被人冒名顶替入学 你来找我要交代 我才是顾宁渊 他不过是个顶替者 教授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你说这话呀 真是令人发指 别冲动 我总你看着 让他演 让他演 今日 我专门来为包妹讨回公道 此人竟能偷梁换柱 冒名顶替进入寒江学宫 依我看 这北路第一学宫 也不过是个藏物纳垢之地 郭总 虽然你是北路不好 但是说起来也不过只是有点小贤而已 寒江学宫 荣誉百年 岂是你等平庸之人 可以妄议的 未经证实 就录取一个冒名顶替的人 寒江学宫的脸 早都被你丢尽了 哎 你 你大可去向北路教育司求证 还有江州中学的各位同学 都可以为我顾宁渊 作 圣 好 我们现在就去查证 如果正如你所言 我自然会惩罚 豪名顶替之人 在我待会试试真相之前 所有人不得离开 好的方教授 哎 二位 有想要逃跑吧 我们肠胃不好 我们现在突然想上洗手间 哪也不能去 就地解决吧 就地解决吧 顾宁渊 你居然这样对待自己的妈妈和妹妹 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 我要去告你 我让你这辈子上不了寒江学宫 哈哈 这江州偏僻 小小的寒江学宫 根本就不配教导我妹 只要愿愿愿意 随时可以进入帝都太学身奏 帝都太学 那可是九路第一学府啊 每年从九路旺路中选拔了一百位顶尖学子才能进入 一朝工程毕业便是明阳九路之时啊 看你是有几个臭钱不知道自己兴了什么了是吧 你以为你是帝都三大家族之首的顾家庚子哥吗 同性可不同命 就你那几个臭钱 没有尊贵无比的身份 倾家荡产也进不去 就凭你个泥腿子 没人赖没背景 还想把空天约送进帝都太学 你真是白日做梦 你们尽管拭目以待好了 白心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冒领身份 混入寒江学宫 我必定要将此事上报九路教育司 而且公之宇宙 九路之内所有大学都会封杀你这个狼子野心之徒 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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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我就是一生不断 你想问我这一次吗 刘教授 夜心年纪还小 夜师傅都犯了错 你可千万不能封杀他 不然他这辈子都毁了 如果被你冒名顶地成功了 那毁的人不就是我了吗 同样是 怎么不替别人相信 我 你们没有人性 不是人 你给我闭嘴 你就是个无腹无腹的野丫头 我们夜心可是天之教你 将来是要嫁到豪门的仙女 你一个臭泥烂糖打果的村姑 你也配与我们夜心相提兵论 好一个不能相提兵论 封杀令即刻生效 不然我定要让九路的每一个角落都知道 这发生在寒江学宫的光辉事迹 好 这就去办 来人 将他们赶出学宫 永不录用 哎哎 放他了 我们走 那 我们走了 拜拜 我永远咱俩的梁子上去结晓 会送 可是我花了二十万取回来的 如今主船都扬飞了 你们必须给我交代 放心吧阿虎 我们一定会给你个交代的 不过当务之急 我们是要查清楚 顾宁渊到底是不是顾萱的亲妹妹 妈 这顾宁渊之前都没见过顾萱 怎么可能刚跑出去就认了个亲哥哥 顾宁渊肯定是被人包养了 要不然顾萱怎么会替他出头 我这就给夜少爷打电话 让我的未来女婿争死 哎 好的呀 好嘞 放心吧夜少 怎么样 成了 欣欣成了 这夜少呀答应把我们高垮顾萱 还给了我们五个亿的资金 让我们代替他参加江州地产的招标大会 江州地产招标会 那可是只有顶级市家才能参加的什么 若是能拿到里边的优质项目 咱们竟能大赚一笔 这赚钱倒是其次 重要的是有了夜少的支持 我一定要把顾宁愿约约洗 你要不要随我一起去参加招标啊 好啊 这无限卡你拿着随便交加 我还有些工作 需要晚点过去 小杰会全程陪着你的 好的少爷 哟 顾宁愿 你这狐狸肩帮上大馆就是不一样 沉默人样子 你这贱人真有脸来啊 怎么 抱怨你那两个男人 没跟着来啊 哎 我给他送给你 放手 你真不知道你们这些泥腿是怎么进来 他认识被邀请来的呀 你一个底层丫头 有什么资格参加决定江州未来的会议 你看清楚了 这是邀请函 你出来装算 你不提前做做功课啊 杜小姐 这是您的超级VIP确认单 超级VIP 我有资格来吗 你一放上扑穿症 你腿子就可以四五子弹了 你还不知道吧 北路第一家族夜市夜澳天 是我的未婚夫 你买什么给我的 区区北路叶赫罗德在我们院子 光龙一把 那天 他就不动了 ili 你明明 我先说 你亭 你也不自然 你 plaque 突然说 恶意 我把你撑上一身 手 你拒绝 我把你搅拒借 你跟他拒绝 你给我 你懂什麼 這世道什麼都靠 你遲早要跪在我面前 求我誰的嘴那麼臭 陳摔牙巴 你個賤人我 我再兩堆大小嘴鏡 我打掉你滿嘴爛牙 你是顧女院的狗嗎你啊 讓你亂說話 媽 江州地下競標會即將開始 咱們還是老規矩 請大家先進行驗姿 我會想說 顧小姐您的名牌 哎 名牌是拿錯了嗎 我們是銀智銀牌 這是國金的 可能是因為現場燈光的原因 看起來有點暗 大小嘴 我們這點集權線 國金金銀牌代表 嚴重的四斤車我十個月 白米 給我等這兒 咱們江州這招標大會的門檻 真是越來越高了 我們這五個億的入場 才拿到這黃金牌子 陳先生 您是夜下的座上賓 能有幸的服侍您和兩位美麗的女士 那是我的造謀 這次的招標會 是那個新任執政官親自受益的 我們只負責執行 所以有什麼怠慢的地方 還請您多多包涵 不過話說回來 這個銀座商圈的項目絕對是一本萬利 希望您能一拍擊中 既然是新任執政官的第一把火 我 陳虎自然鼎立之辭 陳虎 看看在座沒幾個拿黃金牌的吧 那你們圓那個野丫頭 手裡拿的是白銀牌吧 像那種不知姓山名声的野丫頭 挺多是個白銀牌 像這種花瓶 我們見的多了 哈哈哈哈 是啊 你還是蠻有眼光的呢 在下願意按前馬後 那就看你這次競標的表現吧 排银盤 都是燕姿资产一亿以下的 我这可是黄金盤 燕姿资产三亿以上 我劝你啊 识相点干净滚回家吧 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 所以你怎么想 一会别吓掉你下巴 哎死丫子怎样呢 我看你那你腿的前腹够旋 也没把你放在心上 再给你这么点钱 趁鞭客还没到齐 不如先我快回家 给我动一下小姐 哈哈 这些钱 哈 少你的哈哈哈哈 啊 不许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 再敢轻薄我妹妹 我说你们生不如死 你别嚣张 陈虎可是夜上的人 要是得罪她 到了时候你们都吃不了 盗着走 没错 顾总 这巴掌我先替你收下了 咱们都是体面人 不如在这招商大会上一决胜负 看谁拿下的项目变现价值最高 若是我赢了 这巴掌我还给你 看如何呀 叶杰的走狗也配与我打赌 哎哎哎顾总 我呢不知道您是如何起家的 也不知道您背景如何 但是我只知道在这北路当中 是没有人能与夜价比肩 我劝您还是好自为之吧 哈哈 没想到赫赫有名的四海集团董事长 现实中是个猪头乌龟 连打赌都不敢 今天这事要是传出去 恐怕万千少女的梦将破灭了 这步骤总 终判不错 这顾总 中看不中用啊 赌就赌 你们要是输了的话 你们三个 当着所有人的命 下跪道歉 哦 你没理由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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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区一个亿的白银会员 也敢和我们打赌 我看你是老数性上调 闲命长 一会儿 他可要好好的修复 今天动点竞标项目 银座商业中心 竞标价7000万 每次加价不少于500万 陈虎代表江州业家 出价一个亿 疯了 叫这么高的 白小姐 我一下子打到顾宁员的底线 看他怎么翻身 何况我们又不义 陈虎先生出价一例 各位 银座商业中心 可是江州未来规划 最最重要的项目 若是取得承包权 那必定大赚啊 1000万 还真是有人不长眼 敢从我们叶家虎口多事 小心我天命你 这可是全江州的主要大会 你们代表叶家如此行事 就不怕叶欧天知道了 处置你们来平行怒火吗 我可是傲天未来的丈娘 你们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陈虎 一亿三千万 谁若再敢加价 就是与我们叶家作对 一亿五千万 郭轩 既然你这么看好这个项目 那我一定奉陪到 一亿七千万 一 哥 这个项目后期变数太大了 我们不值得到 没必要跟他们继续下去 爷爷你怎么值得 大了 你是有那股消息吗 但我来江州之前就已经调查过了 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这次出价 确实有些出乎意料的低了些 为配合城市发展 江州银做中心项目 今日已收归周 此项目将改为高科远区 欢迎各大科技企业入住 哥 如果最终结果是夜市拿到这个项目 那我们倒不如跟他们玩一玩 好 都挺美美的 两个月 好 已经升到两个 一亿四海集团不从 我真是失礼出口啊 不许 这严格的中心可是在江州 就算你拿下了 你一个乡下人能做得稳吗 沧江 也有人像你一样 燃止业家的项目 只不过当时每天都会发生意外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便夹着尾巴离开了江州 跟随上百亿呢 江州的蛋糕岂容外人来瓜分 小心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我出三个亿 三亿五千万 你的竞派经营力远远超出你的燕姿范围 你拿什么批命呢 白小姐 你管我 你赔钱货 一个白眼VIP跟我叫什么销呢 我们可是黄金 丢五个亿陪你忙 到时候你验不出资来 那可就好玩了 沐宁渊 听人劝吃饱饭 这个项目你拿不走的 我出四个亿 哇 林女士出下四亿 燕家果然失利费方啊 还有下降的吗 四亿五千万 好 还敢叫什么 我出五个亿 今天 我就让你说舔鞋道歉了 女儿 这五个亿可是我们全部的自己了 他要是再加 大小姐 我支持你 这个项目 咱们必须拿下 后期可变现上百亿 如果咱们拿下 咱们在夜少的心目中的分量 会更加重 今天这是竞争激烈啊 叶家果然是豪气 各位还有加价呢 五一第一次 五一第二次 让给你们 五一第三次 成交 恭喜白小姐 恭喜夜市集团 那个真的干 浩天一定会以我为人的 白小姐 这剩下的可都是垃圾项目了 你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 一会儿还有好戏看呢 我怎么能走呢 顾萱 真没想到你们竟然 慎怂 真是无趣啊 现在乖乖把 顾宁渊交给我 我可能还会大发慈悲 去求夜走 在这个项目上 分你一杯羹 不过呢 我这巴掌 可是现在要还给你的 这只是第一个项目 胜负尚无定论 全江州都知道 这银座中心的潜力 那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今天所有的项目家一起 和他都是没法相比你的 我看 你拿什么跟我们赌 过去 您这小家小业的 万个一亿的白银牌 已经到点了 我劝您 还是知趣一点吧 银座这个项目 拍出五个亿的高价 小臂主办方 已经很满意了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项目 就拿出来吧 大家一起公开挑选 也好 省得浪费大家时间 请开大屏幕 怎么 顾总看不上这些项目 这些不过是些玩闹吧 我四海集团靠自己 就可以打造一个百亿项目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的赌约 可就输了 哥 我们买这个项目吧 才两百万 好 都挺美美的 临江步行街 你们可真是外地人啊 说是步行街 其实就是臭水沟 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哥 我们就买它 这种烂项目 大家都是避之不及的 真是自讨苦事 我看你怎么认输 顾小姐 这个步行街 我们本地人都知道 已经废弃很多年了 而且地理位置很偏 你没必要在这上面 浪费资金 谢谢你 没关系 我很喜欢这个位置 好吧 你一个臭村姑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眼光 顾总 我劝你离他远点 别让他败光了你所有的运气 到时候连回老家的车票 都买不起了 我得了步行街的开发点 应该在这前自死 坏了坏了 出大事了 能有什么大事 是临江步行街那个项目 那一条件在臭水沟旁的步行街 偏偏地要命 平常连人影都没有 那种烂地 只有傻子才会要 顾宁渊 你和这个臭水沟 还挺搭配 不是的 是新任的江州执行官 要治理河道 大力治理屋的 并且要成立新的商业区 现在啊 林江的地界都翻了几十倍了 特别是步行街 现在是一铺难求 如今想要呈建步行街的项目 起码需要二十亿 对了 还没有签出去吧 你愣着干嘛呀 我问你到底签了没有 不好意思 签 干嘛呢你 顾小姐 可否可以再下一看 二百万 怎么二百万就可以排出去了 这个项目大家都不感兴趣 所以顾小姐就用起步下签下来了 牛啊 燕燕 顾小姐 我们冯家愿意出资一亿 只求获得一场份额 顾小姐 我们陪家愿意出五千万 还请顾小姐翻一笔根给我们 谢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 合作的事宜我们稍后再聊 某人的赌约 是不是现在就该履行了 道歉 磕头道歉 我陈虎今天认栽了 我这就给你跪下道歉 我没有记错的话 还有林女士和白小姐吧 顾宁月 我们可没说要跟你打赌 是陈虎自己要打的 不能算我们的 你们 陈虎先生 需要我们帮你吗 主持人 我记得奥天说过 招标大会有一项规定 说过黄金VIP和白鱼VIP 同时看向一个项目 黄金VIP有优先获得的权利 对 对对对 是有这么个规定 那么 您将不行接 应该归一时计算所有 顾小姐 您看 还有这样的规矩啊 那是我咕噜寡文了 你个野丫头 没见识也很正常 乖乖教授项目 别坏了规矩 谁说我这是白银才知道 我们四海集团价值数千亿 这张黑卡 是通用的九州无限卡 另外 睁大你的眼睛 看清楚 这是顶级搏金名牌 他真是搏级VIP 现在可以旅行赌约了吗 等等 我们叶家可是拿下了银座商圈 变现可是上百亿 一区缺二十亿 你怎么赢我呀 那么按照招标会的规定 我身为博警VIP 所以 你们刚刚得到的银座商圈 保得住吗 你 妈 宁月姐姐 你怎么如此咄咄逼人 妈妈身体本来就不好 二年为他俩嫁给成活 你得得饶人处且饶人哪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们母女俩对我动辄打了 抢走我的入学名额 让我嫁个这个混蛋 你们怎么不说 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这次把你石头 打到自己的角了 我该 姚浩 今儿不告诉你们 我林春宏做事 向来不留余地 凡是今天和以后 参加临江步行街项目的家族 休怪我叶家一一清算 特别是你们四海集团 顾轩呢 什么安排啊 那个头发去江城 都搬走了 四海集团必列为清算之首 先让你顾总 摊下顾宁烟这么个倒霉蛋呢 你以为顾先能护你一辈子吗 我告诉你 等他离开江州的时候 我要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你竟然敢威胁我妹妹 你放开 顾总 这里可不是你们老家的那种小地方 纵使你有点小钱 在这里不好使啊 不好啊 主持人 又怎么了 这一天真是 不好意思啊 诸位 有评论上 刚刚接到消息 本市的营作商区要改为科技园区 主要对九路之内的科技系统开放 所以这个项目要收回 回收 那可是我花了五个一拍价的项目 我们可是江州业家 我们竟敢出味翻耳 我可告诉你 这个项目可是业少看上的 你们要是这样 小心业势集团的爆 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 来来来 这个项目回收了 让我们支付的竞标款 是不是可以退回来 不可以的 这一经一锤定拍 是无论如何代推不回来的 不光是您受损失 那我们也受损失呀 你个蠢货 你们比我还狠啊 不是 给解释清楚 解释不明白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不好意思 陈先生 这是新任执政官的命令 我们只是代为传达 请不要回答我们 让你解释 不是让你讲道理 住手 人家遇事讲事实 不像你 只会让自己的下属被告 怎么 你在救我做事啊 你算老几 小兄弟 我很欣赏你 我会在商业街 给你留一个店铺 装修和运营 我来出钱 以后自己当老板 谢谢顾小姐 这 顾小姐 您看 也能不能收留 我在您身边做事啊 你 我算老几啊 敢给你安排工作 我们小家小业 容不下你这座大法 顾宁愿 你可别忘了 我未婚夫 可是北入第一望座 铁家大少年 就算是新任州官 也不敢在我们面前要验我 我们就是江州的天 我有你们家犯罪的证据 那这天是情是阴 可就说不好 你少胡说八道了 我们向来遵纪守法 何来犯罪证据 好啊你个白眼狼 我当初好心收养你 没想到你反过来污蔑我们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证据 朱建官才不落泪是吧 我早就保留了你们的录音和视频 这里面都是你们对我人身功绩的证据 我早知道你城府如此之深 我当初就不应该收养你 让你溜落街头 你收留我不就是让我给你当保姆吗 就算你保留的证据又能怎么样呢 我看谁敢来叶家抓人 等证据流出江州 恐怕就不是北路的人来抓你 叶家在江州势力滔天 恐怕你们的证据都不一定能发得出去吧 原本只是以为踩碎一只蝼蚁 没想到还扯出一窝老鼠 那就把你们一起联罗拔掉 孔萱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戏 你这远家产不容易 别盗不来 守护一份 平后关了 地球之河 看起来都不太聪明了呀 少废话 赶紧乖乖把临江步行街给我交出来 然后跪地下道歉 要不然 你们修上活着出去 来人 朗朗乾坤 竟然有如此胆大妄为之徒 相收 果真是汝秽横行啊 郭少 纪叔叔您来了 想必这位就是大小姐 果然是中灵玉秀 气宇不凡的 纪叔叔过奖了 今日之事 还劳烦纪叔叔替我做主 放心 有我在 绝对会将恶徒生这一法 你这个糟老头子 好大的口气 小心风大 傻了舌头 这戒指 你肯定认识吧 我来酒入巡查室 今天 特地到江州调查 龌龊不法之事 闹事是吧 咋样 将这几个虐待顾家小姐的败类 拿下 你们什么人 敢动我这叶家丈母娘 你放开我 你 放开我 放开我 住手 住手 在江州地面上带走我叶奥天的人 也不打声招呼吗 松开 谁 顾宁元 我告诉你 我未恢复叶奥天来了 小心他要你身不如死 放肆 在本室面前还敢威胁枯主 拜见吉祥 敢问这位小姐是 这两位是 顾家兄妹顾宣 顾宁元 欧天你怎么跟他们说话 叶少 麻烦管有你家的宠物狗 怎么出来乱乱了 贱人 你敢陷害 希望你出来的时候 还是能那么接耀不驯喽 奥天 我不要跟他们走 我要给你回家 叶少 我对你中心刚额 你可不能这么管我呀 你好女生快救 快救救我呀 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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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否给我江州叶家 一点薄面呢 叶大少 你也带未成年 逼迫婚嫁 来是九路重罪 林春宏 定然难逃 日才 更何况 当年你父亲叶盛 在帝都还欠古城 我奉劝你 遵既守法 好自为之 女生 女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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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某一个啊 我别想活着离开江州了 这还是还给你 太贵重了 圆圆啊 这是你的零花钱 哥哥我身家数千亿 不家资产更是富可敌国 你就是想要天上的星星 哥哥都给你把它买下了 我又不要什么天上的星星 那你这钱我拿来干嘛 老型小鲜肉 夜夜升哥 做九路第一小富婆啊 什么九路第一小富婆啊 南京死了 我要做我也做九路第一 你两位 你放心吧 这这都给带你去 嗯 顾总 顾大小姐啊 这是要上哪儿啊 你们要干什么 不好意思 有人花钱买你们的命上 放过去站住 别跑 跑啊 怎么跑的呢 我 呃 呃 你 我还没背我给我上 站住 别跑 站住 路北天 路北天 轩哥 哎我们妹妹走 跟我走 哥哥 哎呦 你啊 就在这儿好好待着 一会儿看他戏 练得不错耶哥 你还没告诉我 约约和陈虎和你什么关系 哼 哎 啊 别人几年前走丢了 前几日刚刚年的行为 呃 当时温被他的养母卖给十五 都是一些之前的事情 那我们放心了 还是渊炉的正牌被混过 是啊 好小子你敢惹有严家少爷 一定也变火 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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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滚回来 你自己来找我 小姐 告诉邀天让他自己来找我 文元 上次没有好好介绍自己的 将来每天就对于 地丢人校计划 什么就职 你小子太低调了 明明明就是你自家的产业 你好 哎 你这个手镯很精致啊 这个 是我跟我妻子的定情信用 那你妻子一定很幸福 有你那么帅气有多精的老公 他要是真的知道他老公这么优秀 那就再好不过了 少爷有人送来东西说非要见你 好马上回去 有点事先走了 哎到时候咱们再约传一起玩 小小圆圆 没礼貌你得叫姐姐 有那么老吗 但你确实比他大三c 比大三 报金专 真大四 哎 送着东西的人呢 已经走了 但是我们的监控说别遭到破坏 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吉祥的龙头截止从来不离身的 吉祥的龙头截止从来不离身的 肯定是出事了 可是江州上下谁动得着吉祥 一两五天 哎 我马上到啊 哪个不长眼敢当我冲动死你 活子 奶奶 奶奶 你跟老东西怎么在这啊 你不是要结婚了吗 我这个当奶奶的肯定要帮你负担一些 给你整个彩礼去 结什么婚啊 新娘的早跟野男人跑了 你赶紧给我滚回去 少在这给我丢人现眼 活子 怎么回事啊 我看你别问了 赶紧给我滚回去 滚 奶奶 去 滚 奶奶 哎你个贱女人你还敢回来 奶奶 真的是你 对不起奶奶 奶奶 顾小姐 顾小姐 页耀天 你是特意来找我的吗 页耀天 这是我页耀 怎么顾小姐 特意来找我的吗 顾天 鸡像是被你们藏起来的吧 不然他们怎么会逃出来 哎呦呦 你可别瞎说啊 鸡像是九路巡查室 谁有这么大胆子敢伤他呀 是啊 这九路巡查室 是为了调查你的虚假案件才失踪的 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灭了你们满门都不够长命了 你敢惹我们 简直就是找死 还不跪下给我们道歉 一家人 不可理喻 奶奶 你跟我走吧 我给您养了 好不好 顾小姐 这刚来就要走 我又不是觉得我叶某 跟你招待不招 不能约你算老几啊 敢和我们叶总面子 况且啊 这老太太是降服还是遭罪 她哪也去不了 死也都死在我手里 陈虎 你是人吗 她是你亲奶奶 我说顾宁愿 你怎么破坏别人的家庭和睦呢 自己没爹没妈也就算了 怎么这光天化日之下 他要抢别人奶奶呢 简人闭嘴 我们走奶奶 简人 几天哪都没上去 真是活该啊 胡子 你干嘛 干嘛打这姑娘 老东西啊 这儿没有你的事 别插嘴 贱人 不 你们说什么东西 打我 我要了你们的命啊 胡子 对渊渊动手 我先要了你的命 有种你们就弄死我 落在我手里 我让你们故事兄妹求消不得求死不能 吴轩 我自己打狗 你得看主人啊 这是一条疯狗 我想 他的主人精神状态也不会太好 这位少爷 吴娘 你们放过胡子 你们要放 放我吧 奶奶 千万别这样 我以后不会让人受苦 姑娘 我们之前认识吗 陈虎这么对你 你就跟我走吧 以后您就是我的亲奶奶 姑娘 奶奶知道你的心意 但是我是亲吴的奶奶 不管她对我怎么样 我都不会离开她的 可我是虎子的奶奶 不管她对我怎么样 我都不会离开她的 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只要我不发话 这个老东西是不会离开陈家 如此不孝不义之徒 竟然还有脸活在这是什么 消息 能值几个钱 哈哈哈哈 我现在就让你们看着 曾经对你们有恩的老太太 被我呼来喝去 哈哈哈哈 还不快滚 陈虎 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让我带奶奶走 上次中心城商业区的项目搞砸了 叶哨差点杀了 若是我能将顾宁员手中 临江补雄街的项目拿来 绝对是大功不见 很简单 比金钱更重要 当你失去的时候才会明白 老东西啊 快跟他们去享福吧 福色 你总算办了件正事啊 说简单 傻的 啊 哇 我说 杜总 你这资深都难保了 还有心思顾起别人 呢 我们走 宋素 叶大少果真是深藏狐漏啊 那我们就试试 来啊 住手 住手 爸 你怎么来了 怎么回事 你又闹事了 爸 不怪我 是他先弄的手 是啊伯父 还有这个贱女人 绿绿和我们叶在队队 他敢拿我 听说 帝都九路巡查室迹象 你到江州 这次是冲着我们叶家来的 你最好低调行事 没落人一化兵 敢问 两位是何方神圣 竟敢在我叶家的地盘上闹事 还打了我儿子 啊 帝隆令 难道是帝都顾家死 不宣 顾宁渊 使劲 叶圣 给顾少爷 给顾大小姐 请安 你怎么给他弄跪下了 历子 还不快跪下 见过顾家少爷 他前进 爸 你别被他们骗了 他们就是迷失报复的小账蛋 他这冲当什么好呢 这是吃着熊心报子咋的你 我们叶家 还是江州二十七六的天 你可起来 混蛋 历子 你想让我们叶家全族 给你陪葬吗 你想让我们叶家全族 给你陪葬吗 伯父顾宁渊是最近才搭上顾宣的 他们之前根本就不认识 在我家当十几年保姆 对 对对对 他就是一个无人管的贱妇 他怎么会是第一途顾家前进呢 就是 咱们不能被几句话骗了 他只是我路边姐的野种 野家主 你怎么能给他下跪 什么 把他少说来去 害死我 还不快给顾大少爷顾小姐赔礼 想活命的话 就快点 还请叶家 我闻好自己的好儿子 今日 把九路巡查室迹象 送回我处 否则 九路将再无叶家 你个历子 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玥玥 既然你决定要赡养这位老人 不如先去带他买套房子 以后有保障 啊 去我之前上班的地方买吧 好好 都听你的 那我就可以见到暖暖了 嗯 玥玥 啊暖情 哎 这不见对啊我们好在门前呢 哦对哥 他是龙暖情是我的好闺女 原来是哥哥哥哥好帅啊 是吧嗯对了暖情 我想要那个二十二号楼个六零六 哦可那个已经毕竟走了 要不看看新楼盘啊 行 我给你走内部价可便宜不少的 你们俩先坐一会儿 我去拿合同 再见 二位贵宾这是合同 经理 吴宁渊 这小情是不是搞错了 啊 这套三百万的房子是你买的 对啊 怎么了 就你 对 就我们 刚才的小姑娘呢 吴宁渊 你别逗我了 你一个月才两千块钱 能买得起三百万的房子 你浪费我时间 等等 这样能买吗 现在买的 这是九路连航的无限额置存卡 小元 你这是帮上大哥了呀 是我本一大哥 我告诉你 这个房子呢 是暖情费建给我的 我们只认他 小元 现在你已经经费习笔了 立当有我这个经理 才可以配得上您如今的闪耀 这合同 还是得我来 你不配 你不配 贝哥 经理想要我做他情人 我不同意 他就一直抢我客户 暖情 你放心 是你的谁都瞧不走 门是小仙女 我们要美美的 小姑 您看这合同 你个没眼力见的 处在这干什么 滚一边去 二位 贵宾在这签字就好 那那我们签来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嗯 你个小见户 该抢我靠户 我看你真是不想干了是吧 你咋我闺蜜啊 你咋我闺蜜啊 不宁愿你 合你 那叫鸟 让我们打他这 这些钱给你 顾宁愿 看不起谁呢 我欠你这点钱嘛啊 只能打一下 两下不能再多了啊 可以打三下 被顾小姐打是我的荣幸 暖暖 怎么回事 她不能打我 行行行 行吧 你打吧 但你要想清楚后果是什么 小月 暖暖你别怕 这个社会虽然分工不同 但是人人平等 如果有人一直欺负你 拿你不当人 亦须百倍奉还 付过钱呢 别浪费 我臭娘们 打我 这算第一下了啊 不许耍赖 那就算第二下 看到了没你得这么打 你可够狠了 第二下了啊 你 容暖强 你被开除了 干家嘚嘚呀 哦 老年糊盖了 邦一大哥 这两酒还没给钱呢 跟你说到家内活 爸 你别叫我爸 你想吃我们业家鱼 管节不负 可承拾不住 百死又一的东西 爸 我这次一定会办好的 顾家跟聊个小崽子了 知道这件事的 我都就追掉了 关于吉祥的事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记住了 关键是吉祥 他了解我们很多事情 你把它吵哪儿了 说 在 码头仓库 为了保住我们业家 吉祥不能留 为了保住我们业家 爸 你放心 这次我一定办好 物账能量的小崽子 我也一并解决最好 记住 不能留下什么把柄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越少越好 今晚十二点之前 必须解决 必须解决 晚了 我也保不住你 知道了爸 我也保不住你 我 嗯 放心吧叶少 今天 就是他们的死期 你 确实是 你一定要活着 又带回来 现在倉库请 叶少 恐怕大家不能 活着来见你了 嗯 这个角度好看 哥再来一张 我再给你拍一张 你看是不是很好看 嗯好看 言言你配上真不错 你说 杨哥小心 杨姨们 干嘛 杨哥 拿给我打的 杨姨们 杨姨们 告诉我 叶耀天在哪 就给你们 他也知道叶小的位置 呸 带走 干嘛 干嘛 杨哥 今天的事情 看似目标是你们两个 其实是迹象 此次迹象来到江州 是为了搜集叶家的犯罪证据 但三天前 迹象与我们失联 这恐为叶家所为 还望陆总帮我们救出迹象 救出迹象 我陆北天一不用辞 我们跟你一起去 好 顾家那两个小崽子 我也会抓过来 你遵享这个铁桶屋 我送你吃海底套餐 好不好 就凭你 叶圣培养出来的顽骨垃圾 今天晚上 我就把你们父子 全都飞下 还醉一样 春夫 你晓得到哪了 叶总 我们到了 夜少救啊 夜奥天 你大势已去 还不赶紧放了几下 你 就凭你了 真的 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什么 奥天在哪里 老爷 老爷 我们现在被孤家兄妹堵在仓库 一定要保护好她 来人 老爷 被车 你们去找白家母女 是 这么多 一点小礼不称敬意 看来叶家家主 是承认我们白家这门婚事了 叶大哥 您这么晚来 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我们母女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真的吗 好 其实 我是想借二位脸面一用 我们的脸面 对啊 二位的脸面 现在可是价值千斤 叶大哥 此话怎讲 顾宁渊 也是你女儿吧 哦 是啊 有句话想请亲家母亲自转告 如果办成了 我叶家的家业 一半 都是你们白家的 我还当什么事呢 叶大哥 您放心 宁渊这孩子呀 我说什么他做什么 绝对不敢忤逆我 好 你女婿 我儿子被顾宁渊绑架了 需要你这位母亲 还有妹妹 帮我求个情 放了傲天 也放弃追究我们叶家 这点小事 人自家人 应该很好商量吧 叶家主 其实顾宁渊跟我们没有那么亲的 毕竟是捡来收养的 这不是一家人 可不进一家门呢 是啊是啊 这个顾宁渊呀 成人以后 叛逆的狠 根本就不听我这个养母的话 你这要求吧 太突然了 我们做不到啊 叶大哥 不叶家主 您这亲啊 我们不盘了 还请您高抬贵手啊 那里头 啊 金子 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顾宁 你 你们顾家在地独牛啊 但是在江州地界上 我们叶家就是天 就是你们就装死 闭嘴 把带着你抽的这玩意儿 给我拿开 你这 没理由 给我上 都住手 爸 你这是干什么 那帮小奶奶马上就要死了 你你把我吓死了 吓死 吓死 我怕要死的是你吓我吧 罪人业生还请 迹象大人顾少顾大小姐 高抬贵手 江州叶家 愿自尽财路 自求 让我们一命 叶上 当年在帝都 我放了一条生路 而今 你儿子 却要取我姓名 更何况 你们七行八市 扰乱秩序 断然 是要被九路除名的 顾小姐 多怪我叶家的逆子 永远无助 冒犯尊家 还请 顾小姐 多多两千 高抬贵手 新加坡 请您 帮求求情啊 二位还是免开贵口 这一切 都得听迹象 叶和罗德在江州 强取豪夺 草菅人命 作恶不论 使恶不赦 帝龙令在此 先斩后奏 皇权特使 今晚你们叶家毕灭 我叶家终究门头 灭亡的命运呢 姐姐 姐姐 求求你救救我 我不是你的姐姐 对 对 你是高好在上的 低度天心大小姐 我 我只是一勾里的赖你 我也给你做姐妹 但是看在往日玩耍的青村上 求求你劳了我给爸爸 往日玩耍 是你们夫妻俩在耍我吧 在我的童年里面 没有一点美好的回忆 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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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 不要上了一级线 五分月 不给我们留活路是吧 给你留活路 谁给我们留活路 那都别活了 咱们同位于尽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样 我制服了一二天 吉祥 不走 我这算降工赎罪了吧 成虎 你这个犯罪 我就知道你这个废物靠不住 你还真废物 你把全家都是废物 我成虎 就是因为你才侮辱基督 吉祥 你 我想做个好人 你想做个好人 那跟大法司去说吧 看他同不同于你做个好人 老家 工资 都拼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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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别 别别 你还真是分的 我这叫声道机器 哈哈哈哈 我看我妹妹 哈哈 哈哈 啊 啊 啊 哎 為什麼打我 以後不許知道 啊十二點鐘方向發現踢刃 啊十二點鐘方向發現踢刃 啊啊十二點鐘方向 剛才是因為今天就完事到是吧 請不管我現在馬上就到我 啊 啊 呃 吳寧淵你幹嘛呀 我讓你來當臥底 不是讓你把命也搭進去 你總共不看車的呀 我每天是你撞的我 吳寧淵你不想幹了是嗎 趕緊從路上讓我滾下來 趕緊從路上讓我滾下來 你讓我滾下不是急讓我下去 你又遲到 你還知道我派你來的目的嗎 現在有人洩露我們集團的商業機密 公司利益嚴重受損 信息顯示 數據洩漏的源頭 就在你的酒店 哎呀你放心啊我會把那個內鬼抓出來 不是 你怎麼回事啊 這是咱們自己家的產業 你怎麼整的跟你沒有關係一樣 你沒有決定嫁給你啊 現在你是你我是我好嗎 你再給我說一遍 你是你我是我 怎麼 你不學姐也知道我打招呼了 我在看什麼 我真沒看到初姐姐 讓你長長記憶 讓你知道在這裡誰才是老大 初姐姐別這樣滾開 媽 你要屁他 不是 你 你幹什麼 欺負人是吧 要你管 欺負人是吧 要你管 你在殺我 你殺我 你殺我 你殺他 小五你不用怕他們 下次直接還手 可我不敢和他們作對 他們真的很會整人 可我真的很崇拜你敢還手 要不 要不 我招著你 我們一起對抗他們 嗯 這 你一定要讓這裡 變成孤明冤的地獄 廁所拿走 不用了 真是不好意思呢 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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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下下 你還笑 吃甜的會讓人感到幸福 呀 呀 學會了 但是剛剛打的那巴掌 巨爽 顾寧願 陰魂不散嗎 想見人 哼 想要開戰嗎 寧願 別說了 只要是被我像豬血盯上的人 會死定 垃圾 你 走 去哪兒啊 你走啊 繼續 去啊 哈 怕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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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寧願 陸總 公共場合 你有沒有看到現在是你的腿 搭在我的腿上 然後你靠在我的懷裡啊 寧願 不幹活都在看什麼呢 啊 看耍候呢 陸 陸總 陸總好 你有什麼吩咐嗎 沒事老金 你去忙吧 幹嘛去做 小寶貝 你好好說話行嗎 我起雞皮疙瘩了 我已經知道 你和陸總的關係來了 但是不重要 我不在乎 只要你想伺候陸佬那樣白白的話 我保證 你再隨些份 能進前十 怎麼樣 就前十啊 二十個人 我才排前十 那我自己也行 前五 前五 前五怎麼樣 不能再搞錢了 金主管 那如果 是前五的幫 我 我 我 你 你給我等著 我一定要毀了你 金主管 這是要毀了誰呀 既然我都要和陸佬 要毀掉 你有什麼計劃 我這個計劃 嗯 我都按住呀 被我動 按住他 你幹嗎 他要多喝點 一會兒都玩不爽了 怎麼說 金主管 你怎麼在這兒 金主管 我剛去買了這花 晚到了一會兒會兒 帥吧 那怎麼看的是誰 趕緊開門 要不然都出來饒不了你們 怎麼陸主在裡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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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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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呀 是 你对我做什么了这样的话都明显了 哎对了 你不是没有决定好好嫁给我 这次怎么这么主动 我娶你 你娶我 打字可真大呀 哈哈哈 啊 啊 有打花 翻来翻去到铁板上啊 你这么晚才回来啊 哥 我跟陆北天的婚约是什么时候的事 陆家在陆北天两岁的时候就和你定了八号亲 大概就是在你走失前两个月吧 这只乌腾镯子是你们的定情信 你们两个一人一支 那就怪我 你想啊 咱家跟他定亲了 我就走丢了 那他们够了吗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哦 哥你干嘛去啊 我去退婚 那倒也不用那么着急 其实我也可以先考察报上他 我希望你跟陆北天结婚是因为你喜爱的 而不是因为这个婚约 媛媛 我终于等到你了 你能不能相生吗 陆宁鸥 今天起 就是陆太太 叫价格 路中啊 您在干嘛呢哦我我我我打电话呢 哦好好好 这里不安全 我们去开房 对 原来不都是九点吗 可是 你带身份证了吗 傻呀 因为我们的身份证不就暴露 是啊 这个地方 是新闻 当然 你不是说在考察看看吗 那就领证了 我是觉得 各方面都挺合适 就先理啊 还各方面 哪方面 我们不会哎呀 我们不都递娃娃齐了吗 吃点早里不都是领 对哦 咱比小子有敢欺负你 你跟哥哥说 哥哥去坐 怎么样还舒服吗 嗯还可以 你说 嗯为什么 我们到哪都跟偷情一样呢 偷情可比这累多了 你有经验 我没有经验 我能有什么经验啊 我就这个积累经验好吗 这个经验 嗯 哎 就积累一下吧 喂 哎我说了多少次了 十二点之前不要给我打电话 用总不好了 怎么有电发生没发现件 在多个女厕所里发现了摄像头 现在还在看啥都 哇 先不要声 Hearing efecto 我马上就到 我这么快干嘛啊 走我带你找康 您是 路总好 看不见我 这是在保护自己的云�is 你这个主管是怎么当的呀 现在公司很多女厕所都发现了摄像头 你还想不想当 好的我们马上努力 鉴于这次摄像头事件数量之多 这变态肯定不是白天做的 而且这么庞大的工程 也肯定不是外人所为 也肯定不是外人所为 我们还发现那些指纹 但是都不完整 一定还会有更完整的指纹 藏在没有被发现的摄像头上 到时候一并送去样检 一定会水落石出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死边态 对 抓住这边态 对 把我分归 数二不漏 好 那接下来咱们就巡逻 我觉得这个变态 跟泄露机密的内鬼有关 就三天了 这点是进展的呗 如果有内鬼 那前几天就还挺好风声 不敢行动 所以关键就在这几天 我的一号 你是真正 嗯 对 你们是不是 呃 你 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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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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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贱人 我一定不会抓过你的 本月公司的技巧考核 咱们部门啊 有两位同仁给咱们部门拖了后腿 同便是小月五分 顾宁渊四十大分 这么少吗 怎么可能 上个月采和吃了两次 请大家喝了奶茶 这次顾宁渊和小月 就请大家吃甜品吧 酒店对面 那家超级豪华泡餐 二十五分啊 一万九千七百五十元 嗯 你们两个人哪 AA多好 可是AA的话 一个人要一万块钱 好 再会 小虎 回来 金主管 吴总 谢谢啊 金鉴定送紧指纹符合 金氏杰数据 金主管 读事上有请 你 放开我 都会不回来 金主管 路 您大人大量 再给我一次机会 没想到金主管道歉的太 才蛮诚恳的 必须诚恳 我不应该 让小月和姑娘一样 请大家吃这么贵的甜品 他们还都是实习生 没什么钱 是我的舒服 金主管 就没有别的要交代的吗 没有啊 我已经道歉了 你还像这样 道歉有用 要警察做出 好啊 我付出我妈了 我没有 我没有 我要过过你了 我没有 口罩的咬印啊 我没有 我没有 我要过过你了 各位 金主管就是在厕所安装设想活的变态 想必泄露公司机密的人也是你吧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顾宁渊 都没见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顾宁渊 你先说个话 顾宁已经结婚了 结婚跟谁 你肯定猜不到 顾宁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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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就是瞧我男人 哎 初雪 他俩就结婚了 不然就算了吧 你懂什么 这男人啊就像小菜 给抢着吃才够你 啊十二点钟方向发现 哥 渊渊快跑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是没愿望的 哥你怎么了 请问是顾宁渊小姐吗 不是 顾宁渊涉嫌商业违法操作 现已被拘捕 请你今天五迷来九路巡查司 配合我们调查 喂 北天 我哥现在被扣在九路巡查司 我给吉祥打电话 他一直没见 吉祥跟你们顾家交往深厚 这个时候更是要避险了 月月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是你最坚强的后动 小心 顾小姐 您看陆先生还要继续抢救我 就算抢救过来也是终身瘫痪 变成植物人 你以前说 你是我坚强的后盾 陆北天 你一定要醒过来 我当时怎么看得上陆北天呢 你们看看他 现在都成植物人 妈 让一下 呦 这不是我们总裁夫人吗 如今怎么娘了呀 看你这一身辣腿 臭死了 小姐 小姐 你们别说宁愿了 他也很难受了 啊 唐小月 你知道自己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上吗 你想回到之前挨打了日子吗 啊 你算什么东西 金石不同王是吗 没了陆北天的保护 我看你在这怎么活的 到底对我家人做了什么 你到底对我家人做了什么 怎么着啊 顾宁愿 你还不服吗 行啊 我带你去见个人 人带来了 小五 你怎么在这儿 我五主 接绑了整个路上的产业 当然可以做了这个规则 原来你才是内鬼 你还利用金世泽这个变态给你当棋子 不用他 那我要终于一个负灭我 长出燕下的别骂 孕家 对 我是燕上的儿子 叶耀天的弟弟 原来如此 杀凶害死 灭族之恨 这一仗 就由你顾宁愿来偿还吧 他们的七行霸市 草菅人命 私有余孤 顾宁愿 已经没有人会帮我了 这里 将变成你的地狱 哥 你现在还好吗 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一定会是你最坚强的好多 玥玥 我现在就行了 陆被天心醒了 陆被天心吓死我了 玥玥 虽然我现在醒了 但是我 动也不能动 我怕是以后不能保护你了 没关系 以后 我照着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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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受委屈了 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们讨回公道 这些钱 你们先用于日常开销 不够 我得差人送过来 不够 我得差人送过来 照顾好自己 我先走了 多谢记下 记住是我送你 那年夏天 明不见经传的东河科技 打败风头正貌的马赫星呢 东河科技股票一路涨停 被遇为当年最奇葩的黑天鹅事件 距离事件发生 还有三天 我到底能做些什么 玥玥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我可以帮助你吗 这些钱 我有主意了 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了 以后换我来保护你 小玥我自己来就行 小玥 有个赚钱的事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 有个赚钱的机会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什么机会呀 你不在意我之前和他们俩一起找你麻烦吗 这不都是过去的事呢 你跟他们本质不一样 好 你说什么就做什么 完美配合你 可是这个事 如果只有咱俩 人手不够 没问题 我帮你找人绝对靠谱 成长 现在来来 我们家 有哪个练习 总总好 你们好 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陆总 跟我们一起参加 好好好 请你请你 可以可以 接下来我们主要的任务呢 就是收购市面上所有散户手里 东和科技的货票 钱已经找到你们的账户了 那么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加油加油 带他一个 一二三 加油 怎么让 怎么这么 顾小姐 您的银行保到账 五十亿元 哇 金马赫新能财务爆雷 导致股价大跌 中和科技顺势逆袭 连续涨停 你干什么吃的 一百一 全财了 对不起 我估计 我也没想到 当初还是你推荐我买的这只股票 我 知道最大的赢家是谁吗 是顾宁远 他怎么收到的消息 您放心 我一定要想办法 这样的全通出来 赶紧滚 陆北天 我告诉你 我会用到五十亿 把你们家的家产 全都买回来 然后我们东山再起 这么厉害啊 我不是一直那么厉害吗 介于我这么厉害的情况下 我准备送你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啊 这是什么 火棍 难看死了 别 别给我带 这个好丑啊 我跟你说 就带这个然后你再穿个婚纱 觉得真美 你现在就趁我不能斗 就可劲欺负我是吧 赶紧摘下来 拍照喽 哎 路 你 怎么又见面了 怎么又见面了 你怎么来了 我今天 就要当着你这个直尾老公的面 就把你办了 哈哈哈哈 金世泽 你是个变态 这个被犯人托弃的变态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啊 就毕业 不要跑 呦呦 你动人要试试 金世泽 动不了 你动不了 那我就可要动动你的妻子了 哈哈哈 金世泽 一定要杀了你 你不要打他 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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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宁鸣 你怎么在这 这个糖很甜 我 要不 元元 谢谢你让我重新站起来 别给我难 这个好丑 我跟你说 戴这个然后你再穿个婚纱 觉得巨美 我 陆北天 我会一直守护着你 一直到生命的尽头 我爱你 我爱你